漁船作業到一半突然失去動力 漁民們呼叫有船支援 將船綁在後頭拖回港裡 去船廠檢修 這是澎湖漁民常見的護救方式 但拖回港可以 要再把船從港裡拖到船廠卻違法 害得一名船長荷包差點損失6萬塊 有船好心幫我要拖去 那個共和造船廠 還要經過公家機關 一些手續 很不方便 還要緊拖船 我那個時候去那邊找拖船 這名誠信船長表示 漁船在海上突然故障 當然只能先拖回港內 把漁獲卸下來 再請有船協助拖到造船廠檢修 沒想到拖代出港的舉動 竟然遭到暗巡隊拍照檢舉 含送漁業署 害他朋友差點損失6萬元 感到實在不滿 依據現行的中央法規 需要有合格的拖船來進行拖淡 澎湖目前有67座漁港 漁船約有1400艘 但是全澎湖合法的拖船 卻只有三艘 漁船要拖船 根據新的規定 要先向航政單位申請船體變更 再請造船技師評估 船體結構和平衡 掛上警告標誌燈 如果要花錢找拖船 這不知道要花多久時間 連縣府官員都懇求放款規定 由合法的拖船去進行拖淡 實務層面上是相當有難度的 事實上航港局有在研議說 怎麼在安全的原則下 簡化港內漁船拖淡 維修的檢查的內容 基本上還是基於航行安全的狀況 畢竟漁船故障在澎湖 可說是天天發生 沒賺多少錢的漁民 希望縣府和中央能夠儘速協調 並讓漁民有更多的負擔 記者閻玉龍李宗哲澎湖採訪報導